在這個單元裡面呢 我們要學習三個臨時升降的音 那這三個音分別是升發 升收 還有升拉 那或者以同音異名來講 我們也可以講說升發呢 他就是降收 升收就是降拉 升拉就是降息 不過以一般曲子 我們經常碰到的升降來講的話呢 是升發 升收 降息這三個音最多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同學只要看到這三個音的時候呢 你就一定要把指法牢牢的記熟 你才能夠把曲子吹得非常的順利 好第一個音呢 我們先來講升發 那同學如果看了指法表之後呢 你們會發現升發是這樣子 前面呢是兩個SO的指法 那再加上右手的中指 那我們如果呢 看課本上面的譜力 我們可以去找到這個音的練習方法 再來 那除了課本上面的譜力之外呢 同學你們也可以以此類推 譬如說我用還原發去跟聲發互換 或者是SO跟聲發互換 總之呢大家可以去找各自的很多不同的指法呢 來跟聲發互換 那就是要把聲發的指法趕快記熟 好現在呢是聲SO的指法 聲SO的話呢我們用LA響 還原拉的指法加上右手的中指 這樣子響簡單的多 所以還原拉是 我們加上右手的中指 所以如果呢我用聲發跟聲SO互換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練習 或者是拉跟降拉 也就是聲SO 當然同學也可以參考 課本上面的譜力呢 好好的練習 第三個音呢是降C 那降C的指法同學要特別記了 因為他就不太能夠用聯想的囉 這個是還原C的指法 我們換過去右手的食指 就是降C的指法 好同學們呢也可以從普利上面 去找到降C的練習 等等的練習呢很快的就會讓你聲發 聲SO還有聲拉 也就是降C的這個音呢很快的就練熟 好現在呢我們一起來演奏這一首著名的電影配樂 真善美裡面的Do Re Mi之歌 剛好這首曲子呢充分的利用到剛剛我們所介紹的 聲發聲SO還有降C這三個指法 那我們先一句一句來看他的第一句 這一句並沒有特別的難度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他會開始出現聲發聲SO還有降C這三個音那我一句一句為大家示範 然後就反覆了 然後就反覆了 C-C-L-F-C-SO-DO 然後曲子就反覆 因此如果要吹好這首曲子呢 你這幾個音務必要練熟 聲發聲SO還有降C這三個音 很久很久 聲鼓勵